主席 您說我們所辦的在11月28號所辦的公聽會 您好像沒看過嗎 公聽會的報告 那個完整的一個報告我沒有這個時間去拜讀 但是我想我會再把那份報告再把它特別拿來做一個研究 所以不然抱歉這個我一直沒有時間去看 因為你們是副主委來嘛 所以副主委回去顯然我不曉得是不是有跟您報告 他有緊要的一個出席會議的一個報告是緊要的 好那我們會希望因為其實就是說本席在公聽會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辦公聽會 其實都邀請一時之秀的所有的這些的專家學者過來 那這樣的這些專家學者提供的這些的建議 我們希望各個部會真的回去要好好的研究 而不是呢就是這邊聽然後那邊就出去 而且呢就在當天的公聽會完之後 所有的部會的回應都是呢就是 說獲益良多回去呢會去參考辦理 但是結果今天我們非常遺憾的看到很多的部會 回去呢怎麼樣根本沒看 所以這個部分呢我們這個予以呢這個譴責 那另外的就是我們也希望說 將來各個部會在做專案報告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針對這個就是說 能夠提出更深入的一個專案報告 不是這勃勃的幾張志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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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军公教所领到的全部退休金的给付额 以其所得替代率应该下修到全体国民 能够接受的一个合理的替代率 第四个就是说 现行的军公教人员 他是以退休当月的本缝来作为 军公教退休所得替代率的计算的基准 而且去把它乘以二 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确实去检讨的 另外就是现行的军公教退休制度 它绝对不是只有去调整费率 那延后退休年龄及所得替代率的问题 它其实其他的包括说 秦领的这个年龄退休以后的 在就业兼职的这些的问题 都应该要纳入考量 而且还有其他的像余保农保等等 这些的还有国保 这些其实都应该要一并的 这去做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第六个呢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主管机关 跟年金改革小组 应该诚实的去面对改善劳工保险 跟退休金制度中里面 雇主在投保薪资的时候 长期以多报少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其实我们是要求做整个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契机里面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改革的契机 我们会希望说 政府真的不是只是应付 而是能够真的好好的去面对 这些的问题去改革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 我们的金建会的 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呢 你们提到了一个就是说 这个世代间的这个合理的 这个财务责任的部分呢 当然你们这也是提到说 哎这个有些学者建议 这里面要牵涉到 信赖保护的这个原则的问题 那我想这里又来了 就说现在我们今天要改革的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 适用新制的这些退休的公务员的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 他的年资跨了新旧制的 这些公务人员 是过去的制度的一个不合理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很高兴 听到教育部呢 他报告说 哎我们所有的公教人员 也不是说大家都觉得 啊这些就是我拿到的 就完全不能够改 他们觉得说应该要合理的制度 他们是愿意接受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牵涉到说 我们今天要去改的 其实是要针对过去的 或者现在公务员已经退休的 这些人员 要一并纳入改革 而不是对未来退休的人 才要去改革 所以在这部分 不晓得部长是不是可以 可以同意这样的一个问题 谢谢尤伟 因为实际上这个部分 在我们办 做谈会的时候 其实正反意见都有啦 就是有的 当然是学者专家 是从信赖保护的一个原则来看 那有些看法 他是说因为整个牵涉到 整个政府的财政的问题 这些牵涉到世代的一个 包容的一些问题等等 这些可能就是说 也必须要纳进去做改革 所以这基本上是正反的方面都有 那这里我也要跟这个 我们的主委提醒的 就是说依照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呢 第这个525号的解释 非常的清楚 就讲说 如果呢 就是说 他是因为情势变更 法规如果因为情势变更 而停止试用的话 是没有所谓信赖保护的原则 这个信赖利益保护的原则的试用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去改革 这个所谓的整一个年纪 或是退休制度 要去全面的改革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 面临到即将破产的一个重大的危机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势发生了变更了 所以对于现在已经退休的这些公务人员 当然怎么样也要共提时间 因为所有的就是因为过去的制度的一个不合理 以前是所有的制度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然后今天很多的东西就是依照一个行政命令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去把它制定起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一个社会已经变迁了 人口结构也改变了 所以呢整个一个 就说局势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去提出这样的一个年金改革 以及了这退休制度也全面改革的一个 一个这个期待 所以在这里呢 如果能然是用所谓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前面已经大家在领了全部都不动的话 那我想这个制度是不用改的 因为你已经这些就是因为被前面的这些的不合理的制度 已经把它拖垮了 所以呢才要去做改革 那如果把一个最高的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 把它拿出来标榜在那里的话 我想我们其他的后面根本不用改了 因为问题不再处在后面退休的人的问题啊 对不对 是非常谢谢尤伟您的指教 这个大法官会以这个525的525条的一个解释啊 这个这个这个行我们会再做详细的一个演唱 因为一个一个法案的设计必须要非常的精致 那信赖保护的一个原则基本上 也有它的价值所在在那个地方 但是整个情势变迁啊 也可能要做若干的调整 这个两者之间怎么样子去拿捏 怎么样有配套措施出来 这个必须要经过精心的设置 那这个部分的话将来我们会到贵委员会来 在这个地方做讨论 好那这个我们就非常希望的是说 在这一次的改革呢 真的是行政 因为您今天呢是代表我们整个一个 就是年金改革制度的一个 因为赵吉人这个我们的江副院长 他说他不能过来 所以呢委托您全权来代理 所以在这里呢 就说您身负着这整个一个 我们的年金制度改革的这样一个规划的 一个重任 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说 好在行政院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破例去改革 那前一阵子呢 我们在审查这个 整个所谓的政府的组织再造 这整个一个组织法里面 我们就碰到一个难题 就是行政院呢 对于这个所谓的老保局 健保局的金融雇员 转公务人员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看现在也是沸沸扬扬的 行政院跟这个考试院的不同调的问题 所以在治理呢 就会牵涉到的 好当初呢 在这个 就是92年呢 这样说在改治的时候 其实也牵涉到 这些的人到底能不能 就是说 把他变成 就是说98年在改治的时候 那这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人 把他纳入 就是变成转任成公务员 当时也引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后来呢 就说好这个把这个删除 那当时行政院是指引他通过的 所以经过考试院呢 这样的一个坚持 所以把他删除掉 但是我们看到 在这次组改的时候呢 行政院又再把他提出来 而且行政院非常态度 非常的强硬 觉得说好 这些呢 就是应该要把他纳进来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 我们就说 如果行政院 太去顾虑到现状 那我不晓得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改革 所以在治理呢 就是说 的确任何的改革 都会有阵痛 也的确有些人的权益会去受损 所以我们在这里 怎么样能够去横平 那时候我们会提到说 世代之间的正义的横平 职业别之间的横平 以及呢 怎么样 不同阶级的 之间的一个横平 我想这是需要一个高度的智慧 也需要了怎么样 非常细心的去规划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会开那么多的公听会 也就希望说 大家真的能够 好好面对这个问题来改革 所以呢 我们希望说 这个尹主委呢 回去是不是也能够真的 行政院拿出魄力 这样的一个改革的契机 是很难得的 全民大家都在期待 是不是能够 就这样的一个改革 真的是能不能 就是说 全面改革 一次到位 所以您在报告里面 也写到说 我们可能要这个逐步见次 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所有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说好 我的方向是怎么样 但是怎么样 短中长程计划出来 而不是说我现在只是头痛 一头脚痛 因为这边的反弹太大 所以我这边就不去动 那边的反弹比较小 我就只去动那里 我想我们是不能够这样的一个改革 主委可以同意吗 这个基本上是 认同这个尤伟 您刚刚的指教 不过里面有一点就是说 七年之病没有办法 求你三年之爱 是这样子 所以您刚刚也听到 不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必须要整体的系统性的去考量 所以为什么要循序渐进 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一次到位 因为它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那里面牵涉到的影响不只是现在 而且牵涉到后代的子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必须要用循序渐进的一个方式来做 我们所谓的一次到位 不是说一次全部一起砍 而是说你必须要把全部的问题一起拿出来 然后把短中长程 对不对 这些问题我们是短中长程 然后呢 这每次怎么样改 但是我们目标非常的清楚 这种讲法 我们大概都是有同样的看法 就没有问题 好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张部长 那个 玄序部张部长 好谢谢 张部长好 今天大概所有部会里面大概是 您是唯一 有看 有把空听会的报告仔细看的 那也在您的报告里面有稍微回应的 那当然这里面呢 也牵涉到的 您里面有提到的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 延后月退休金 起职年龄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刚刚也有委员也提到 就是说你不是把它用 九零制的话 那其实会有不同的业别 可能不适合适用这个 那在这里就会牵涉到说 好那今天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有些人还是早一点退休 那退休他其实年纪还在 还在这个状年 譬如说我们看军人 四十岁就退 十几岁就退休 那老师可能不适合做到六十岁 中小学老师 对不对 所以那这些人 他们的二度的转业 这个部分怎么样去处理 又像现在大家一直在批评的 你领了退休金 又再去就业 然后呢去占了人家的位置 或是等等你领双薪 我不晓得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样解决 因为在这次里面的报告看不到 实际上这个问题公务员部分已经解决掉了 有位你可以看我们在一百年 我们修的公务员任务法 在公务员任务法里面就明定 如果假如说退休的公务员 比如说转到政府转投资的 政府它持股百分之二十以上 甚至政府对于里面的一关人事业务 能够有主导权的 像这些机关他不可以再指领月退休金 对那 只能指领一部分 对那 多多像一关军方的人员 或者一关教部分 教人部他要修正他们相关的法规 才能作为规范 是那对就是说刚才也有人提到 那我到民营机构去的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教授退休之后 转到私立学校去 一样是领双薪 现在教部再做营救我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够 跟就是说在整个整理规划的时候 也能够一并的去考 我想教部和国安部他们会 都做通判的考证 OK 好